你不用进来了 我出去吧 我从告白区走出来 就是放弃告白 其实心里面挺失落的 而且非常失望 有没有猜到是我 没有 就挺意外的 因为我跟你在交流啊 就我觉得挺少的 基本上都 跟你妹妹在那边交流 所以 对 因为妹妹知道我喜欢你 所以一直在帮我凶你 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首先第一感觉是害怕 就我不太敢让你知道 我是为你而来的 所以我只能让妹妹去帮我 不断地去问你一些问题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关注分美 直到去年我看到 你的《向日葵告白》 我就联系了编导 报名了 而且报名也成功了 但是因为特殊原因 飞美一直没有不怕录制 直到六月份的时候 编导又联系到我 说可以恢复录制了 问我要不要来 我想都没有想 好不犹豫就来了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一定要当面告诉她 我现在手上抱的这个水晶球 它是我从去年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要来飞美了 一直都在想 我说我建了艺成之后 我要送她什么样的 特别的惊喜的礼物 才能表达出我对她的喜欢 所以这个是一个 去年冬天的一个限定款 这个的意义是 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是一生只会勇敢这一次 喜欢就要让她知道 无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 为什么要来我们舞台的一个原因 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一定要当面告诉她 这个的意义是 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是 一生只会勇敢这一次 我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现在看来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我觉得 双向的喜欢才有意义 就 就 就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比较喜欢 那种性格 各种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就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可以尝试 自己去跟他 多交流啊 多沟通啊 这方面的 就 你让别人代替你的话 就 我们的注意力可能就完全都会在她的身上 或者各种方面 就真的 对 抱歉 去 Tool 余行